整隻雞的精華都在雞精裡嗎? 怎麼好像高達8成都還在流在雞肉裡 讓我想起以前路上被一個做傳銷的虎油 他說他們的產品有6個便當的營養 可是熱量只有便當的六分之一 我當成就想 他們的你當炭蛋值都不是營養是吧? 雞作為一種家喻戶曉的美食 全世界雞口500億 你要說給霸王龍光宗耀祖 等人家霸王龍是主角 雞卻當起了主菜 就這麼爛大街的食材 做成的雞精居然還能吹出神奇的功效 雞作為霸王龍的後代 豬精、牛精都得靠邊站 氧氣補身都得喝低雞精 如果你要找一個反插萌的食物 那可能就是低雞精了 同時具備可愛的外表和霸王龍的血統 如果是老人問說低雞精為什麼好 他說低雞精有氨基酸 老人消化不良也能吸收 如果是女生 他會說低雞精有膠原蛋白 喝了皮膚變漂亮 縱所周知 氨基酸是組成蛋白質的單元 蛋白質分解會崩出氨基酸 只要你不觀察、不喝 那雞精的蛋白質就處於既崩又沒崩的疊加態 老人一喝就是已經分解的氨基酸 網紅一喝就是立馬探索成膠原蛋白 薛丁格的雞精屬世 本以為雞精很貴 看到這12氨基酸、12膠原蛋白的量子效應之後 賣這個價錢也真是委屈低雞精了 其實我真的不知道 為何其他蛋白質都崩出氨基酸了 就唯獨膠原蛋白完好如初 一個氨基酸都沒掉 就如從技藝家IT公司、其他程序員 有的脫髮多、有的脫髮少 唯獨名叫膠原蛋白的一毛不拔 不過雞精你的膠原蛋白不管崩了沒 它的效用大概就跟吃轉基因食品 會不會基因突變一樣 還有一個問題一直困擾很多人 一隻雞最營養的地方到底在哪裡? 如果有五個孩子 而你手上只有四塊餅 你該怎麼分? 這個問題就跟開會來了五個上司 你手中只有四根草 答案是乾脆都不給 如果一起小孩一起分一隻雞 那該怎麼分? 以前聽兩個長輩在聊如何養孩子 每當拜拜的時候 男的有雞的時候 五個孩子老要吃雞腿 老四吃雞翅 老三吃雞老二吃丁 老大就委屈臉剩啥吃啥 這怎麼就不長幼有序了 恐龍都知道讓理 他說恐龍那傢伙 矯情巴拉又沒衛生觀念 吃個梨在那挑三解四 想噁心誰 老妖還在發育 當然要給他最營養的雞腿 其他人還沒生 老大不知道已經啃了多少雞腿了 另一人說 不對啊 你聽過一隻雞的精華都在雞精裡面嗎? 你蹲個雞精 讓老妖喝那最營養的雞精 這樣老大就能吃丁 多少不點局部養分 熬出來的雞精是否比那隻雞還要營養? 這個問題只要不是義務教育的漏網之餘 基本上都能答得出來 如果不是像西游雞裡的楊麗大仙 化到這層骨頭 那麼營養大多還在雞身上 有人可能會不服氣 說以前爸媽總說 雞的精華都在雞精裡 感冒要喝蔥雞湯 冬至要吃麻油雞 甚至還有爸媽跟小孩說 熬過湯的雞肉很柴 不好吃別吃 然後把肉丟掉 來我算給你看 雞精一瓶大約70毫升 有5克蛋白質 售價可以到台幣100-200 我們算他100就好 白肉雞大約美金34元 土雞大約美金48元 防土雞母雞一隻2公斤 大約360-500台幣 雞肉的部分佔總重量的65% 也就是雞肉的部分重量1.3公斤 整隻雞各部位平均100克含20克蛋白質 一隻雞不含骨頭 蛋白質大約260克 用整隻雞蹲雞湯用水2000毫升 100克雞湯有2.5克蛋白質 2000毫升就是50克蛋白質 市面上一瓶雞精 蛋白質約5公克 所以這鍋湯濃縮一下 可以做成10瓶雞精 一瓶便宜賣你100 10瓶總共1000 一隻雞300多塊 可以升出10瓶雞精 台幣1000塊以上 好像也不過分 不過各位可能有發現一點 那隻雞的肉塊表示 你怎麼把我忘了 這麼一來你才注意到 一隻雞260克的蛋白質 好像還有210克留在肉裡 欸不是說整隻雞的精華都在雞精裡嗎? 怎麼好像高達8成都還在留在雞肉裡 讓我想起以前路上被一個做傳銷的虎油 他說他們的產品有6個便當的營養 可是熱量只有便當的6分之一 我當成就想 他們的你當碳蛋值都不是營養是吧 6個雞腿便當 一根雞腿少數有30克蛋白質 框算雞腿蛋白質也180克 熱量也720大卡 你家的蛋白質一公克是零大卡 熬完雞精的雞都還躺在那 派大星看了也知道營養在哪 某位姓流的也是把燒賣做成一個大歐派 才敢說把整頭豬的美味包進去 咱精通化學的白同學都不敢說全人教育 楊麗大仙表示 啊對對對 你說的對 我的精華都在鍋裡啦 以前某人做月子的時候 常抱怨說 每次生完小孩 婆家總是把他留住 要他在婆家做月子 不讓他在娘家做 可是婆家熬了雞湯 都把包含了整隻雞的精華的湯湯水水 給他們自己的女兒喝 然後剩下的整隻雞的肉 給他這個外人吃 我就把剛剛的數據算給他看 跟他說 你婆家就是便宜你啦 他給自己女兒喝的只是邊角料 那雞湯和雞精充其量 只能算是洗濕水 整隻雞的精華都撈起來給你啃啦 雖然你婆家的良心不太行 那其媽也不怎麼聰明 負負得正你還是賺到了 他說 哎呀 聽你這麼說 那我吃得岂不是 那既然整隻雞的營養不在湯裡 都在肉裡 那剩下的肉怎麼處理 有的說法是做成肉骨粉拿去當飼料 養出的動物 他們的肉最後再回到你身上 再探尋完給必還啦 動物靠營養 人類靠信仰 如果整隻雞的營養都已經在雞精裡面 那就表示 熬湯剩下的雞肉沒剩多少營養 你可以跟人類說 努力一點 年底給你升職 加年中啊 你要給動物圈說 這熬過湯的雞肉 渣渣多營養多營養 他不長肉就是不長肉 動物的身體是很老實的 他們之所以長肉是因為 8成以上的養分都還在肉裡 熬出來的邊角料湯湯水水 八個禮盒 吹點信仰 都能嘎韭菜嘎的一茶又一茶 差別只在動物嘎肉 人類嘎錢包 低雞精和雞精的差別在於 雞精用水熬煮 會使用焦糖色素調味 腥味重 低雞精隔水蒸足 味道接近雞湯 雞精 這是台灣地方性的產品 基本上就是金裝版的肉湯 研究大多只在台灣跟東南亞 如果真有奇效 沒理由 吃雞沒效 喝雞精才有效 如果真有整治雞的精華 健美先生還會放過他嗎? 肯雞胸肉多乏味 來喝雞精吧 健美先生的雞肉 可不會聽人話大餅 雞胸肉奶昔都比那精華 雞精的營養比乳清 就如同民俗療法對現代醫學 馬老師對二百多精的英國大利是 不過歐美倒是有一款叫做 牡蠣精的智商稅 一瓶雞精5克蛋白質 台幣100 1克蛋白質得花你20元 乳清蛋白1克 台幣1元 蛋白質成本差了20倍 那你說不對啊 雞精又不是只有那5顆蛋白質 它還有維生素礦物質啊 雞精出在雞生產 雞精有的夜市的超營養雞排 肯德基肯定都有 不然你看哪家醫院 給插鼻味管的灌雞精 都嘛是灌鞍素 畢竟鞍素也沒便宜到哪去 至少營養是足夠的 其實鞍素味道是不錯的 但我沒叫你們喝囉 人家營養是一分錢一分貨 熱量死打死 形狀變了別來找我 既然有雞精 怎麼沒聽過其他的人 鴨精、鵝精、豬精、蜘蛛精、白骨精 以前的人吃不起肉 又覺得月子不補不行 只好挑最便宜的雞肉來補 於是雞肉在民間 就有了不同於其他肉類的信仰功效 但歐美人生完小孩 不做葉子也沒看他們多虛 其實豬精倒是有 而且很多人都喝過 日式拉麵的湯頭 就是用豬骨熬出來的 成年動物的長骨 如大腿骨的黃骨碎 裡面都是脂肪 拉麵湯頭還會加上豬被子 真可謂包含了一隻豬大部分的精華了 雞精有胺基酸 拉麵的胺基酸可多得去了 可大家吃拉麵的時候 並不覺得豬精有多滋補多營養 反而是麵撈起來 湯流在碗底 絕對油可以選少油 胺基酸也少不了 至於雞精的脂煉胺基酸 一些大品牌 1克脂煉胺基酸大概台幣10元 而雞精光1克的一般蛋白質就20元 它的脂煉胺基酸 頂多就是熬煮過程中不小心崩出來的 只不過剛好你問到的順沒跟你說有 雖然低雞精有儲具膽固醇 但是除非你是雞精素 否則你在其他地方還是會把膽固醇吃回來 況且人類身體有七八成膽固醇 都是肝臟合成的 你吃多點它少做點 你吃少點它就多做點 一點也少不了 雞湯也是一道好菜 什麼動物都能煮湯 但人家就安安分分的坐在席上當它的菜 就唯獨雞精分裝小瓶 山雞變鳳凰 肉湯變鮮丹 一隻動物的精華 是否比那塊肉本身還要營養 畢竟人家可是霸王龍的後代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